相較於我們群居的蜂 那像蜜蜂、葡萄蜂這類群居的蜂 那因為大自然界到處都是獨居蜂 那牠會採粉、牠會狩獵 所以牠是有吃素的、也有吃蚊的 牠會幫我們除小蟲、也可以幫我們採蜜 也可以幫我們授粉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推廣這個獨居蜂的保護 進來狀況非常非常的好、非常踴躍 尤其是夏天幾乎都適合的管境幾乎都住滿 媽媽就會用這種管子製造出來特有的蜂洞的方式 這種管子的,好特別 真的 利用廢棄的、布道的廢棄的木材 還有主管 還有掉下來的這些木材 漂流木 我們把它做出來的 那現在春天開始我們可以發現 有一些獨居蜂開始在試著要嘗試要住進去了 他們在適合的管境裡面下蛋之後 媽媽之後 他們就會在外面風洞 用泥土或者用苔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到 如果這個孔徑有被泥土風洞 或苔藓風洞的話 表示說媽媽在裡面產卵的 我們做一個比較大型的 希望可以做一個異象 然後也讓更多遊客可以知道說 毒居蜂的生長情況 這是一個毒居蜂的推廣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讓遊客更了解 到底內部 內部的 毒居蜂的媽媽產卵的狀況是什麼樣 所以我們會 嘗試著 用透明的壓克力 讓遊客知道說裡面的狀況 另外 還要讓遊客知道說 到底毒居蜂有哪些種類 這是游客很好奇 到底什麼叫毒居蜂長的什麼樣子 這是我們下一步要進行